OK,尊敬的战友们好,今天是11月15号,文贵在这里直播向所有的战友们报告关于11月19号王健之死信息发布会的最终的决定。 我现在我得看看这个,这个刚刚的英文稿已经推出去了。 亲爱的战友们啊,这个英文稿呢,英文的稿现在已经, 发出来了,因为这是经过我们的律师所决,每个字,每个排行都经过认真多次,并且是律师签署了文件以后公布的。 那么中国呢,现在我们马上会发售起,我们这个名字最后定的就叫王健之死与海航集团背后真相信息发布会。 就在11点58分的时候,律师和班农先生还有我们的团队还在修改。 然后这个名字确定的就是Miles Guo发布Steven King-Bannon主持。 这个班农先生后改的是吗,这个班农先生很搞笑啊,太认真了。 他这个排比,我从来不知道叫Steve King-Bannon,我还不知道,他要把K加上主持。 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是Queen Emanuel律师,Alex大律师受聘,对海航集团及先官方开始采取行动。 然后是邀请函。 然后我们尊敬的战友们啊,先是战友,先是女士。 然后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于2018年,你看2018年这个月,你看这个月了,多一个月的,11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点到12点,在纽约这个Peer酒店二层Colenton厅召开的信息发布会。 地址呢,是纽约第五大道,东61节二号,在Peer酒店的二层。 然后呢,这个8点30安全检查,在这个摄政厅呢,吃早餐,10点到10点15,Steven-Bannon宣布会议开始。 本来啊,Bannon先生他主持,没有他说宣布开始,然后他后面他讲,现在调整成了,Steven-Bannon先生他要先讲15分钟。 他要讲啥我真不知道啊,他也不想跟我说,所以说这是美国人思维跟中国真不一样。 只要中国人,咱们,特别是共产党啊,共产党,那得先安排好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安排啊。 哎哟,那天我们俩得,得这个,蹦出火花啊。 然后呢,宣布会议开始,10点15,10点45,Miles郭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跟爆炸有啥差距啊? 这不一样啊。 10点45和12点,Steven-Bannon先生主持,回答问题,Q&N是吧,回答问题,回答记者问题。 12点发布会结束,在摄政厅午餐。 尽情注意啊,为了方便来自世界各地的战友,特提供早餐与午餐。 这还写上了啊,因为这律师要求呢,这必须得写,因为这个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几个法律的问题啊。 请携带您呢,由Miles郭或Steven-Bannon发出的邀请函,及证件在接待处登机入场。 然后请受邀媒体与战友,将姓名与联络方式等信息,于11月18日下午5时前,回旨发送至以下联络方式。 然后是电子邮电,郭媒体,电话,WhatsApp,Telegram,Signal,联络人凯琳女士。 这英文上面没有凯琳啊,没有。 所以说这个英文版的呢,主要是班农先生发出很多他请的媒体。 这中文版的主要是咱们战友,昨天到现在很多的共产党的媒体要来参加,当然我们不允许了啊,要拒绝了。 现在已经爆棚了,爆棚了啊,这个OK。 所以战友们,这个现在经过了被共产党的威胁, 这个蓝金黄,捣乱,黑客,终于最后做了决定。 这个里面大家要好好去查查这个奎恩的律师搜索,奎恩,伊曼金尔,还有这个埃里克斯大律师,你们就明白是想干什么了。 这是开始了,咱们这个地球上第一次,特别是共产党这个魔鬼诞生在地球上以后,到了中国,绑架敲诈,威胁我中国人民。 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在国际上有一个人领导了,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爆料革命。 然后第一次开始了,以法灭共的新纪元。 这里面的意义和这里面的每一个字,和20号,在所有发布会上说的每一个词,发布的每一个信息,都将是改变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 中国人民真正的发出反对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得发自内心的这么一个决定,行动。 同时,我们得到了西方世界和国际上文明、民主、法治、自由国家各个方面的精英们的支持。 虽然我们从19号最后推出到20号,20号战友们,非常的抱歉,从19号退到20号。 事实上我们的时间选的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这一周是美国的感恩节。 从这个下一周的星期一开始,一周内几乎50%的美国人都去度假休息了。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改变。 而且我们的所有的团队都遭受了来自不同程度的蓝金黄和威胁。 我非常荣幸地能邀请到斯蒂芬·班农先生来主持这个历史性的反共王健之死海南海航背后的真正的真相这个发布会。 并且能得到世界上前三大律师搜索、奎恩律师搜索,得到他们的每个字、每个行动的加持和认可。 而且我们并对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了提前的报告。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而且这个艾雷克斯律师是刚刚的代表了卡网诺大法官的这个律师。 奎恩律师事务所是在历史上几个重大的事件当中都是代理律师事务所。 世界前三大,他们同样的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蓝金黄的威胁和诱惑。 但是这家律师事务所在最后还是坚持代理我们这个发布会和我们对海航所有相关方的法律行动的案件。 我在这里还不能提前透露,等到20号发布会。 大家再详细地看,那发布是每一个人的名字和每一个公司的名字都将诞生。 大家最想知道,也必须知道,应该知道的,关于中国海航以及王健之死,以及和中国盗格贼窃取人民财富的真相。 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的新口号是,10月20号,11月20号是开启了我们14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第一次的以法灭共的新纪元。 那天能到现场的战友们,当然这是最好的,不能到场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开一场成功的信息发布会,我们的目的是把信息发布会变成一个全世界有正义良知的人们和我们14亿同胞一起, 推翻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道国集团,推翻共产党对中国的绑架统治,独裁统治和灭绝人性的统治,这是我们的目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认可了22家媒体到场采访,我们现在100多个战友的原来的申请,现在被批准了大概22个人。 现在可以确定的事情,现在是48个人,我们整个新闻现场不允许超过60个人,50人是最高限,但是特殊情况下也不能超过60。 所以现在如果有媒体朋友和战友们愿意来参加的,请尽快的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的把你们所有要参加的要求和申请提供给当地的安保和政府警察部门, 待他们确认后,符合安全标准后,我们会马上向你发出要请函。 大家请记住,要请函,我们会对每个人发出,请那天来参加会的人,拿着斯蒂芬班农或者我签名的对您的要请函, 到现场,8点30开始进行来确认,安检,然后到摄政厅一个房间进行免费的早餐,非常丰富的,非常好的早餐。 那么,等待着10点钟正式的开始,所有携带设备的和摄像设备的,请一定在你的申请函上和这个申请邀请函之前,要把设备发过来。 待我们确认,所有的携带摄像设备和手机设备的人,要经过从8点半开始到现场安装。 而且,请所有的携带设备的战友们,包括手机的,请千万记住,不要对照所有到访的人员,任何人,未经人家允许,给人家拍照,给人家录像,这个你会马上被请出去。 大家请记住,任何人到达现场的人,不要把你的摄像头和你的手机,对准任何未经你通议拍照和摄像,一定会被清除出去。 而且你的手机和摄像机,一定会被暂时留下来,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完以后,才会归还给你。 另外一个,所有的朋友们到达现场的,请千万千万要遵守当时的安保,还有警察的安保的决定,提供真实的信息。 再一个,到现场了,请千万未经允许,不要主动的和嘉宾和其他人随便的去拍照啊,或者上前面拥抱啊,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极为有风险,安全要求极高的一个信息发布会,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布会。 另外一个,希望所有的到场的朋友们,能配合好安保团队,还有县长的这个行政协调人员,我们要安静的,专业的,高雅的,把这个信息发布会开好。 同时,希望大家能抓住这个机会,把现场的很多信息,及时的发布出去。 现场那些有几个电视台委托的摄像师,会同时把现场的情况直接直播到亚洲,非洲,欧洲,北欧,俄罗斯,南美,以及北美。 同时,我们在这个会议开完以后,我们在前台会有一个郭媒体的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里面呢,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附加了一些基本的参考资料,中英文版,所有被邀请的人到场,都会给你们一份。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USB,这个储存,闪存,这个里面呢,把所有当天,我开会信息发布的信息资料,视频,都会放到那个USB里面。 因为不会提前给你们,因为提前给你们,你们一看,你就不用看信息发布会了。 等我们的信息发布会完了,你会拿到这本书,非常漂亮啊,值得珍藏,值得珍藏。 然后呢,再把现场的这个U盘发给你们,然后大家就拿这个就可以离开了。 所以说,这是基本上11月20号发布会的大概情况,详细想了解的,想要申请的,请和我们发出的这个邀请函, 这个中间的提供的通信方式,和凯琳小姐来联系。 这就是11月20号,王健之死,海航背后真相的信息发布会, 由Miles郭发布史蒂芬班农主持的信息发布会。 这个大概情况,感谢所有的社会媒体界的朋友们的关注, 感谢战友们的支持,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Ritual,我请看这个评论,请看这个评论。 Gutu,G-U-T-U,K-M-C又来了,又来了啊, 哈哈,民主的基础是理性。 I-U-7,王岐山,W-7-3,朕知道了。 战友们,我得马上去安排了,因为改到了20号,太多太多事情。 就改了20号,你去想想这个酒店,想想这个安保,想想这些设备。 这个纽约这个地方是每分钟都卖钱的,这个人家这团队都卖钱的,太多要改了,太多文件要改了,马上跟律师要开会。 现在如果要申请的战友们,请马上,因为在我那个群里的人呢,很多人已经联系了,没在群里,请马上跟我刚才提供的联络方式,请赶快联系。 我们会尽快地给你们回复,24小时工作我们啊。 哎呀,昨天跟凯尔贝斯喝了一大碗上酒,这哥们够疯狂的,你们看了他在那个路透社的采访啊, 这个昨天晚上离开我家的时候都两点多了,然后一大早的时候四点钟就发信息,现在又去接受采访去了。 我们这个反共团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过两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台湾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我现在向台湾的同胞们先说,本来10月4号,10月4号,台湾人民的命运就彻底被解放了。 就差一分钟,把那个决定拿掉了。 否则10月4号,台湾人的命运已经彻底决定了,就差一分钟。 这个重大的信息,未来你们知道以后,台湾人民就会明白, 国民党再一次把台湾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给扼杀掉了。 当时做出这决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那个决定的。 结果由于其中的少数人反对,吵得一塌糊涂,双方之间都是拍桌子,大喊大叫。 这个反对做出这个重大决定,改变台湾命运决定的。 人家这个人也是绝对反共的。 但人家说你看看台湾,你看看我们的情报。 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九合选举当中, 是多少人是被共产党蓝金黄了。 台湾的总统是多么的懦弱。 我们现在做出这个决定,只会把台湾的士兵, 美国的士兵一文不值的, 去为台湾的这些卖台贼们买单。 说你看看这些情报, 这些人多么的贱, 多么的无知,多么的愚蠢, 他们根本眼里没有台湾。 我们为什么为台湾拿着美国的孩子们去生命, 去冒这个险, 去做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最后一分钟, 唰,拉掉了。 如果不拉掉这句话, 台湾人民那一刻命运就彻底改变了。 这就是在10月1号和9月28、29号, 我说即将发生大事。 后来虽然发生了, 但没那么彻底。 我说发生的就是南海巡航跨过台湾海峡, 以及10月4号的重大决定。 后来的事情全部发生了, 从9月1号一直到10月4号, 彭斯总统的副总统的演讲。 但是这个最重大的决定, 由于人家觉得台湾现在的总统和现在的选举, 还有国民党很多人完全是一己之私, 完全是搞选举, 根本不搞台湾的所谓安全和未来, 都是卖台贼。 所以人家放弃了。 如果那天那个字不拿掉, 大家你们会无法想象的震撼。 因为我现在不能说, 等到某一时刻方便的时候, 我们再讲, 大家会绝对震撼。 那么请大家关注11月20号的这个信息发布会。 在这之后, 我先告诉大家, 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信息发布会。 我现在不多说了, 亲爱的战友们, 我们现在和战友们, 和有良知的朋友们开启了一个以法灭共的新时代。 深县、阳谷县、大县,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亲爱的战友们。 Tリ 战友们。 Oh my gosh! 120 十万我, 一千全。 森林 森林